开始IB讲座 在网上的学生家长们 请看一下自己的网络 是不是自己的Zoom 是不是已经mute了 尽量讲座中间 我们不出现其他的声音 Stephanie老师虽然年轻 但是已经有十几年 十年的IB教学经验了 她是PR区IB的数学老师 所以大家有关IB方面的 尤其是数学方面的问题 请尽管留言在Chat里留言 或者说等老师讲座 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那么现场提问 好 现在请Stephanie老师开始 好 大家好 能够听见我吗 我知道教室里面的每一位 都听得见 网上的给点反馈 能听见吗 非常清晰 可以 好 谢谢 就不给大家看真人了 因为我这边 是显示是我的那个屏幕 反正看内容就可以 今天主要是讲 关于IB的高中课程内容 就是怎么选课 各位的这些在座的家长 肯定是有意向 或者有考虑过 是不是想让自己的孩子 参与这个项目 我就简单的先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们各位就是说 都是 看就是说你们因为是肯定是根据学区所限 你们报名的这个IB 就是或者有意想报名的IB学校都是哪几所 我可以先问一下吗 就是现场呢 能不能主动回答一下 那您York region跑过来 大老远跑过来 不容易 我就想看看是不是有别的去跨区 跨区而来 欢迎欢迎欢迎 还有呢 就是这位先生我已经了解到了 因为是Axavia 是对 也是一个 White Oaks OK好的 White Oaks 是吗 好的好的 网上的有哪些家长 可以反馈一下吗 网上的 White Oaks 我们这边是VC省温克华 好差不多了 好我知道了 我需要了解一下区域啊 因为各个学校的方程略有不同 就是为什么我要问一下 就是尤其在他们就是不分的情况下面 或者有可能会出现啊 就是把数学拆成两年来上的 这种也是有的 所以我要先了解一下 那我等一下可以比较方便回答问题 好就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OK 那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 是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适合上 IB的课程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讲的 然后之后呢 会讲到 怎样策略性的选择一些IB的课程 虽然呢 IB的课程相较于 安审的课程来说呢 灵活度更少一些 但是还是有一些自由度的 尤其是在选择 理科方面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想让孩子是报SL的数学呢 还是HL的数学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 你们就是选SL和HL的科学科目 到底是想要SL或者HL的化学科 或者生物科之类的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等一下会讲到 然后关于IB课程的优劣是在哪一些地方 我也会提到 SL和HL评分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呢 他对于大学的升学有没有影响 就比如说你的孩子是学SL数学 他会不会影响他去报华大的计算机系呢 这种问题 就说你的孩子是打算念SL的数学 还是HL的数学 数学这方面 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我只是数学老师嘛 不好意思 可能就是说 理科方面我会回答的少一些 就是化学物理生物 那文科就真的不行 因为我不是教文科的 另外呢 关于数学论文IA的重要性 还有呢 数学考试EA的特点 差不多就是这些项目 可能颜色比较淡 你们能看见吗 能看见是吗 好的 那好 现在我们就是下一个了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下 什么样的学生比较适合去上IB这个课程 那这些呢 只不过就是从IB Learner Profile上面 我把它翻译过来的 那IB自己宣扬的 他的这种Teaching Philosophy 他这种教学理念呢 他是医学孩子是非常有好奇心的 非常能够具有探究精神的 本身呢 他这是也比较全面 比较丰富 因为他对于这个课程的安排呢 是需要你文理科兼顾的那种 所以说呢 他希望这个孩子本身呢 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能力 也不仅仅是理科方面 表现的都是不错的 是比较平衡的 另外呢 他也是善于思考的 有很多的这种团队协作沟通的能力 是有原则的 他也比较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 思想Timing 关心他人 或还有一点呢 是勇于尝试 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全面发展 善于反思 那如果你问我就数学的角度来说 如何把IB的数学学好 我们最看重的是哪几条呢 我个人认为一个就是勇于尝试 还有一个是善于反思 我认为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从数学的角度来说 那至于为什么呢 第一点 因为你可能有所知道 就是每一个IB的科目 他都配备了一篇论文 就是也就是所谓的internal assessment 那这个internal assessment的时候呢 是明确要求你 对于你所做的这个课题 要有一定的反思能力 这个是必须表达出来的 那这种反思能力呢 也不能说你今天突然想要拥有 他就拥有了 所以也是要通过不断的这种思考 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学习 然后就是说 可以把他自己原先 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实验 为什么不成功 那有哪些因素 可能会导致他不成功 这些都是平时孩子应该要操练的 或者就是说 为什么我这个知识点 没有学习的非常透彻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 就是这种思维的连贯性 他能够拓展出去 发现他就是说各种知识点是如何串联的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习惯 而这种学习习惯呢 当然就是说对每个人都是终身有益的 那在IB上面呢 他非常强调这个 就是说你必须能够阐明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我在我的这个课题上面做了研究呢 我是可以告诉你的 我做了这些的反思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就是勇于尝试 有一个尝试其实就是risk taking 也就是说呢 可能我某一次测验 我做的不是特别好 那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 discourage 他就会觉得没有信心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家长一定要多多给予鼓励啊 因为这种很正常的 比如说某一个单元 他就是不是那么的擅长 我也只能拿数学举例子 因为很难 就是说现在比如说 一个家长跑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说 这孩子的数学能力特别强 那我首先呢就先要先了解一下 你说的是算数比较强呢 还是代数比较强 还是几何比较强 还是你的统计比较强 就是数学 它就是一门非常包罗万象的学科 虽然都是数学 但是呢孩子不能说 每一个旁支 他都能够非常擅长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寒数学的很好 但是他不明白统计 但是你要如果是学IB的话 你每一样都要设计到 你每一样都要学到 那总有一些单元可能 不是特别的让你感觉到舒服 那这个时候孩子就有容易 有这种胆怯的心理 那个是需要家长平时一直鼓励的 咱没关系 咱们这次没做好 下次还是有机会的 那不要逃避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就说这一点 就是我认为是很重要 勇于尝试 OK 就大部分是这一些 那其他的 比如说关于有原则这种 他其实更多的是在讨论 academic honesty 也就是说 你没有这种什么作弊的行为 或者抄袭论文的行为 那我当然觉得从心里面 我是愿意相信我的学生 他是100%的 very authentic 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他给我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 他没有借鉴别人的 他没有抄袭别人的 那这个一旦是被发现的话呢 如果老师在批他们论文的时候 一旦发现的话呢 是立刻会上报的 所以说IB在这点上面是看的比较严肃的 所以就是说 把它写在了这个学生的特征里面 好吧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能够成功的把IB学好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有原则勇于尝试 善于反思 很重要 那我现在就说 打算换一个slide 下页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讨论到策略性 策略性 strategically 策略性选择IB的课程 就是说呢 主要我想提一下的 就是说 下面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必须非常了解 自己擅长哪些科目和不擅长哪些科目 或者说你打心眼 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这个就是说 在 就是说你可能到了九年级 十年级 尤其是十年级之后 你大概要制定一个目标了 我大学可能想要学哪些课程 那这些大学 他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学computer science 那大学的要求是什么 那我是不是擅长这些课程 这个是必须考虑的 或者说我要报engineering engineering的要求 基本上是所有的science 你都必须要学 那你是不是都擅长 你是不是都行 这个东西你需要非常诚实的来规划 然后呢 就是根据他的专业呢 就是比较要有策略性的决定 你到底这门学科想要学的是high level 或者是standard level high level HL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学的比较深 那一般HL的科目呢 比如说HL的数学 他给你的是兑换的是 所有的三个数学的学分 那也就是说 你要花三个学期来学这门科 任何的HL都是花三个学期来学的 或者呢 就是说你选择SL SL的话是两个学期 就是说呢 他学的内容肯定是要浅一些 少一些 那个叫standard level 所以我就之后 我就直接用HL和SL来代表这个程度 就希望大家就可以了 就是high level或者standard level 就说你可以选择high level物理 或者standard level物理 你可以选择high level的化学 或者standard level的化学 或者生物都可以 但是所以说呢 你要怎么去织这盘棋 你自己得想明白想清楚了 因为最后你要 等于说是你要三门SL的科目 和三门HL的科目 那你把这个三门的SL放在 压住压在哪三门课上呢 或者你把HL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压分压在哪些科目上呢 这个就是说你需要 根据你想要选择的大学 他们的招生要求 你来就是制定这盘棋的 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为就说每一个大学的标准又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先看 比如说大学招生 招这门 招这个discipline 招这个系 它的要求是什么 一定要提前知道 然后呢 你再做决定 基本上九年级十年级 你还可以考虑一下 大部分就是到了十年级开始的话呢 就是说十年级到了第二学期 你们选课的时候呢 他会跟你说你现在要正式十一年级进入 diploma program了 也就是DP 就是IBDP 其实就是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 最后两年 那你在进入DP之前呢 你应该对孩子未来想要报考的大学 以及他的系 要有一个了解 他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学生 来制定你的计划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举一些实例啊 我拿一些实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就是说另外呢 你们还要考虑到暑期学校的选课 因为如果你们是在公校 大部分肯定都是在公校 或者天主教也是公校 就是你们如果是在公校 学IB的话呢 那公校它是有开班的局限性的 也就是说 他如果这个班非常小众 比如说我就想要念物理的high level 可是整个学校就五个学生 想要报physics 那他这个班是很难开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丧失了 你想要学物理的这个机会了 那这种情况呢 你是要早点做准备 说那我要让孩子在哪一年的暑假呢 把这物理的学分给补上 因为有的学校 他可能他就是不开嘛 因为他的传统他就是不开 因为根据他过往的经验 每一年能够报考的 这个不是报考 每一年的参加报名的 这个班的学生人数很少 他就开不了这个班 就是他注定开不了 你再complain也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说 这是跟资源有关 他就开不了 那这个时候你们要早做安排 就说念summer school或者怎么样 有个问题 就是我重复一下问题 因为网上的肯定就听不见了 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问题是 summer school的这个分的价值 是不是和day school 这个分的价值是同等的 我的回答是不同等 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说 但是但是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有一个东西 就是等到我们 比如说看到后来那些大学的话 他有一个付表要你填 就是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这里面呢 他会问你原因 为什么这门课必须是在暑假学 你在那个时候是可以做出补充说明的 因为他想要知道的是你是为了数学 比如说这门课我day school学的不好 老师给分低 我就想到summer school拿个好点的分数 就是他想杜绝这种情况 那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 你只是学校安排不过来 这个你是可以在副表里面说明的 哦那就可以了 你做一个 对 对 但是你必须提前安排好 你说哎呦 我必须就是说这年暑假 我必须把这物理的分给修了 这样 对 但是我之后再给大家看大学要求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到这些 他招生上说明是有特别强调这个 好吧 基本上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是吧 好的 下面就是六门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说你报大学 肯定就是六门最好的12年级的成绩 当然这个六门最好的里面 包括了他这个program 强制你要求完成的学科 就不管你的分是好还是不好 我要报那个工程 我就必须送物理的分 我不管我这物理学的好还是不好 我要对物理有兴趣 我就必须报物理的分 这个就是说 在满足了他必须必须修的这些学分之外 你尽量的送比较优秀的学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OSSD就是这个简称 就是安省高中的文凭 毕业文凭 你尽量的选你最好的成绩 当然就说你首先要满足这个大学 要求你送上的分 再加上你其他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一起凑那个六门学分 但大家请注意啊 这个六门最佳学分 不等于六门的IB科目成绩 刚才我们有说到 IB的话呢 它是三门standard level 三门high level 加起来也是六门 但是这个六门未必是你最后抱上去的六门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念IB的话呢 你是必须要抱一门外语的 那通常公立学校呢 只会强制性的让孩子去修法语 我不知道有哪个 你可能约克区比较 您可以问一下约克区是不是可以修中文 因为约克区华人是比较多的 但必要求我可以告诉你 你肯定是不能修中文的就是没有中文 我也不认为 呃 Wildoak是可以这样子 我不认为那个Halton Board也允许修中文 但是约克区它那个中文教育应该蛮强的 可以询问一下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 呃 大部分的情况的话 你就是学法语 那可能 Ib学习必须有第二门外语 呃 问题啊 就是当 呃 现场的有一位家长提问是说 Ib是否必须要学一门外语 回答是必须 呃 你必须有一门外语 呃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表盘就在那儿的话 他有说的 他有那个language acquisition 那个就是外语 acquisition就是说你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 你只是想学会这话怎么说 就说我会说中文和我能念鲁迅是两回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这个呢就是指你的英文就是Shakespeare那种 你要你要你要 呃这个是文学啊 那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对 请问一下不不学 好像有问题网上我听不见网上的那个 请问一下如果不选华语选spanish 西班牙语可以吗 不好意思 啊 好吧 那呃现呃 如果网上有问题的话可以麻烦你 自己想吗 可能打字会比较好比较好一点 那这样利益老师可以看见 啊 呃 如果你学法语的话你是要强行把这门法语报到你的最佳成绩里面 我们学法语对他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 那不然的话呢大部分孩子都不是很愿意对这个法语 那你这个课报上去也是白报呗 那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说你不学也得学 但这门课呢你可以选择不报 呃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六门IV学课的成绩不代表这就是你最后的最佳的这个成绩 好吧 嗯 哦 还记得是 French的IP吗 那这样呢它需要 三个吧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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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是 IP的French的French 对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第二语言 它要求就是你有一个第二语言 因为它 French的IP 嗯 从华语来讲 对对对 不需要的话它在报华语 对 不需要吧 但是我不行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需要再学一门外语 我肯定是不需要再学一门外语 好吧 就说然后那个 我就先暂时跳过去啊 啊 哎 为什么这儿突了一条杠杠 不好意思 我的全面是没有看学 因为也不是你报的 就是你所有的课都是被报上去 人家选你另门最高的 啊 就是你的另门课也不是你自己报的吧 就是学校把你的所有程序都发漏了 然后他们挑你 因为我们高的 他自动会挑的 啊问题是就是说 啊对 不好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是任何的中学生都是这样子 你一样报成绩 大学会主动来计算你的这个分的 就是不需要 啊对对对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多了一条杠杠 啊我没有啊是不是谁share screen了 然后他就在上面滑上去了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多了一条这个东西 啊啊所以就是说 啊我们接下来就是说一说我现在就是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咱们就说华大计算机器是不是啊 大家还现在是不是还特别热衷这个华大计算机器呢 能把它给弄掉吗 OK 就是说哎不好意思我跳到前前面一个了 还是华大计算机器吗 OK好的 那就用华大计算机器来做一个 我给大家华大的呢 我是做的比较详细一点 就说他对安省的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普通安省高中的孩子是什么要求 对比一下他对学IB的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啊那就是说咱们先看右边 右边是OSSD 也就是说普通安省高中学生如果想要报 华大计算机器这个他的网站上观光都有 您可以自己去查的就不需要拍照 就是说这个你一打关键词他就有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安省的部分 他要求的是你有advanced function 对吧你有calculus vector 也就是说三门的12年级数学里面呢是爆脸啊 就是一个是advanced function 另外一个是calculus vectors 没有提到data management 但如果你愿意报data management you're welcome to do so right 因为他也提到说剩下那些 你爱选什么12年级的课送上你就选 你认为说我想充分展示我就是数学知识那么渊博 我三门课都考的非常好 这分数很理想我就愿意报报了就是了 但他对你的minimal requirement你的课程的要求 基本的要求就是advanced function和calculus vectors 当然你还要英文就没有一个大学是不要12年级英文的肯定是要的 那剩下的话是很flexible 但我勾出来的地方相对重要一些啊 一个就是说呢你可以注意到他有好多这种program notes 这个地方就是在隐藏在最下面的啊 这个这个隐藏在最下面 我给你们贴上来了 一些不重要的我就把它删掉了 一个呢就是说他是强推你是有计算机知识的 也就是说呢你修11年级的计算机 那这个问题呢你就回到报IB的孩子来说呢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去修11年级的computer science 那据我了解我拿wideoaks举个例子 那他就有可能让这个孩子牺牲lunch time 就说他有个lunch time 因为我学生很多他可能就是错工吃午饭 他可能就是说你就得边吃午饭 边额外再修一门计算机课 那这孩子压力是非常大的 或者你考虑呢就是暑假的时候 让他summer school修一下 反正他这边也是说recommended 不是说mandatory 因为recommended就是说推荐你上一下 那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对编程一无所知 你怎么知道你将来计算的 计算机系可以学的很好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在summer school解决的 但是ib呢 他不太有这种选课的灵活性 之后我也会讲到 因为你你就规定就必须全面发展 得知体没劳全面发展 你就锁死就那几门课 那你要学那个计算机的话 你要花额外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边就是呃 这边圈出来的啊这儿 这儿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呢 建议大家呢去参加滑铁路的数学竞赛啊 那讲到这个的话呢 莉莉老师肯定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咱们学校有很多这种数学的竞赛班 就说这为的也是给孩子做这方面的准备 那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属于强推 它不是说你完全呃 没有你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呢他在呃竞争奖学竞赛 或者说他就就就那么他就想 比如说以前有两个人他就想那儿比较 哎我是招这个学生还是招那个学生的时候 哎偏偏这个孩子他去参加了那个 华大的那个数学竞赛 那他就是有优势的就说不是说一定一定要 但是呢他的确可以让你跟同龄同届的学生 比较起来更有优势 他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嗯 关于summer school的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summer school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华大的意思就是非常严格 如果你的这种学分是暑假学校上的话 对吧你说我这门课数学课我用repeat了一下 我summer school又学了一下 他是不予以考虑的 啊这个是你要到那个additional information的地方 去点进去去看的就是在他的网络上 这就避免了这种啊这个叫什么偷偷鸡取巧 是不是就有的有的家长就说哎呀那我我正好不巧 这门课就没学好 那暑假里面再把学分补一下 我再重新上一下 那这对其他day school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暑假学校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毕业 而不是让他成为更优秀的学生 他其实开的目的是比如说这么课我fail掉了 但是我必须要毕业 那给你一个机会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就是说顺利能够毕业 他不是说他给了你一个九十几分 也不代表你真的是九十几分 那华大在这方面很挑剔 他是不喜欢那个summer的学分 那个选课是没有选上上而已 当后来就是说你要去看他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 华大的话是要求你填一张副表说明情况 为什么这门课他必须要暑假上 啊那比如说你现在说我要暑假上门物理 他其实不是很care 我现在说的是华大计算机系 他没有要求你去上物理对吧 那你偏偏暑假去报了物理好跟不好 他就不会他那么在意 但你现在说我是一个计算机系 我暑假班我去修那门数学 那他就会有问题了 我说你明明知道你报的是计算机系 你不在dateschool把这个数学学好 你现在跟我到summer school来 而且你是完全没有借口 为什么你要去学summer school的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们学校不offer这门课 哪一个学校不offer数学 对不对你完全没有狡辩的这个机会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他想要杜绝的就是那种 拿summer school来拼学分的人 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大概他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也就是他要求那个 你绝对不能在summer上 是的 就是说他要求的必修课 你最好不要在暑假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就是华大计算机对IB学生的要求 那IB学生的评论比较久略有不同 首先可能大家不太很了解 什么叫total32 就是他那个最左边的右上角 他说HL analysis and approaches minimum 6 HL or SL English A 这个是必修课 他只是跟你说我要求你的必修课是什么 我一逐一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圈出来的 一个是HL analysis and approaches 大家可能应该有所了解了 IB在这两年是进行了教材的改革 原来只是HL跟SL 那他为了鼓励更多的孩子 take on challenges 他现在把HL变成analysis and approach 然后还有一个是applications 那是不一样的两门 就是都叫HL 但是是不一样的HL 他特别指明的是HL analysis approach 也就是四门课里面最难的那一门 现在HL是一分为二 一个就是说更理论一些 一个是更实际一些 那SL也是一分为二 理论课实际课 那我们不管数学选HL和SL 都应该选择analysis and approaches 你只要记住AA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吧 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理论课 随便你是SL的理论课 还是HL的理论课 这个是必须的 那华达在这方面他更加的 怎么说呢 他可能就是要求你的数学很好很好很好 各方面的证明就是数学桥 所以说呢 他会说我要求你是high level的AA 就是杠在那儿了 然后跟你说minimum是6 大家要不要我解释6是什么意思 6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IB的科目呢 最高等级是7 最高等级是7 那7所对应的转 把这个7的这个分呢 转换成安省的分呢 就是97分到100分 但是这个不代表你这门课 真才实料的考到了97分100分 你的这门课呢 很可能你平时成绩 就是个80几分 但是呢因为HL的课很难 那老师为了让弥补这一点呢 就说试门很难的课 接近于大学水平的课 你学了80几分 所以我认为你是一个7 但是因为你是个7 你的分数就会被转换成97到100 我解释明白了没有 就是不说这个6的话是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张表 因为我虽然每年做这个转换 但是我老记不住这个分 就是说6的话可能也是90几 但是不是97 94到什么96这种 这种大概是6那样 但不代表你的真实成绩是94到96 就说老师会认为 这孩子就觉得差一口气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差一口气 那我说的这个差口气 在作为数学老师方面呢 就是觉得说 这孩子总是需要我稍微点一下 他才能够明白一些事情 相对有一些孩子来说 你只要把这么 你只要把巴拉巴巴的一堆理论啊 或者题目交下去 他从来都不来问你问题的 他就是他就是说 他的解题思路写的非常的清晰 而且还能写到 就是我想要写出来的解题 他的解题就解的就跟我是一样的 那种还这种卷子 很书心啊 这个是7啊 这个是7 6的话就是属于那种 咦怎么就是到关键的时候 就卡住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就有点6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和7是吧 这是主观意愿 是的 这个就是主观意愿 这个关于这个主观意愿 我在最后 关于HL的课程我也会讲 因为这是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判分的 因为这个 你只要是学HL 就难以逃脱老师的主观意愿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 SL你还可以挽救一下 HL比较难挽救 这个是关于HL和SL的差别 我等一下再讲 那咱们就现在先姑且认为 他就是6好吧 就是minimum 6 然后呢 这个英语的话呢 我就不解释了啊 反正就是说HL SL English 那随便你 你选要high level 这个随便 他也不是那么看重英文 就是你学了就得了 就是这样 但是他说了一个total32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你不是6门IB的分吗 每一个最高就是拿 7对不对 那咱们就简单数据算一下 6乘7是42 就是说如果你慢慢分 不管就6门IB的课程 每一个都是最高等级7 那就是总共记了42个点 啊 那然后42个点之后呢 你能够获得的最高分是45 那最后这个三分是哪里来的呢 是你的extended essay 就是你要最后有一个大论文要教 你的啊 那个tok theory of knowledge 也就是有点像哲学课一样 就是theory of knowledge tok和extended essay 两个组合起来 最多给你贡献的最后的三分啊 他说total32 但是很不幸的呢 就是华大又明确的说了这一点 他的这个32分呢 是不算extended essay和那个tok的 他要求的这个32呢 是就是你学科夫的那个 就是从那个最高的42点里面 你至少要拿到32 而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呃 你看他好像说的也就是说哎 行啊反正要求好像也不是很高 那你仔细算算的话对吧 那就32除以六门课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的每门课的平均分不能低于 level 5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就是5嘛就是5个点啊 然后呢就是说另外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呃下面一个 total scores exclude diploma points 就是我第二个goal的这个呢就是跟你说了 你的这个extended essay plus tok呢 他不算就是这意思就是这个他就挺邪恶的 他其实可以在这说明 但是他说total32 然后转而到了第二个红圈圈的地方 他又跟你说这个diploma points是不算的 就是额外的这些点是不算的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里我就顺便再解释一下 呃关于就是呃这个叫什么跟AP的一些东西 就说有很多孩子就说修AP就是为了大学可以抵学分 可以少上一点课是不是 那如果你是学IB的话呢 有很多大学他是接受你的HL的这个分 可以抵一些大学一年级甚至于二年级的课 那具体要看这个是哪门课啊 然后但是他的要求就是你 就跟我说你你的孩子的平均分就是在五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这个HL的这个学分是学到了五 就是第七Level7里面你拿到了Level5 你这个是可以转换大学学分的 但是我这边要说一下但是 但是呢有利有弊怎么讲呢 呃他这个东西一旦转换到大学的学分呢 他只能在你的Transcript上面说你满足了Program的要求 你可以不修这门课了 他他不会把它作为大学的GPA 放在大学的GPA 在这里面修这门课 只是说你满足了毕业的要求 那我现在举个例子啊 那我是多大毕业的 我不知道多大现在是不是才是这个样子 就说你是理科生 但是你必须要选一门文科作为Elective 你就必须不然的话你没法毕业 那这种时候呢我就想 我就是很讨厌文科 我不想在大学学文科 那如果我高中的时候有一门什么HL的文科之类的 我什么说什么这种社会科学课 我已经学过了 哎那我正好大学的这个我就可以逃脱了呀 我就不用再去 这个是有意义的 那他认为比较没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HL是数学 对吧你觉得说我这个HL的数学 可以抵挡一些大一的大二的数学吗 他不建议你这么做 你如果强行要求这么做 他可以给你转换学分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年 当中因为pandemic 因为covid 大家学的其实基础都不咋的 虽然你把这个HL学完了 但是呢你现在跑到大学来跟我说 你这门大一大二的数学课 你不想上了 那我直接让你上大三的课你行吗 这会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他那个大三可能就未必 孩子就学的好了 因为他高中虽然学了 但是有可能这样那样的原因 他基础打的不是很扎实 那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钱就不要省了 你还宁可让他大学的时候报这门课 他至少HL已经学过这个内容了 那大学大一大二你拿个好一点GPA 远远超过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花的钱吗 这个学费吗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说啊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跟你说 所谓的转换学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就这就跟你解释完了 就是你要看你想转换什么学分 如果这门课对他来说其实有好处 尤其他大三大四 还要继续念下去的话 尽量不要转换学分 如果这门课是属于Elective所谓的 你还不如让他就转换了 那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然后就是AP也能这么干 就是IB的话呢 对IB学生的要求是 这门课必须是HL Minimum Level 5 是这个要求 大部分大学都是这个要求 IB的学生不一定非要考AP 不用好 那下一个就是Mcmaster的计算机 我觉得为什么我拿Mcmaster计算机 因为他的要求跟那个 跟华大不太一样 就说Mcmaster如果说你你就说了 我就钟情于IB Co-op 咱们就说Co-op 就你要IB 不是IB Co-op 我说错了是那个计算机系的Co-op 对吧 你这个华大计算机系的Co-op 可望不可及 那Mcmaster说咋也有Co-op 你来参加我们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Mcmaster 对IB呢 就会容忍度要高很多 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具体体现在就是这个圈圈这里啊 这边跟你说 就是这个圈圈这边就说了 他说 Analysis and Approaches HL Slash SL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是SL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你的数学 如果不学HL SL的话 我们也一样说没有关系 就说他对于你数学的要求 没有滑大那么高 这是很明显能够看出来的 但是他的要求高在什么地方呢 A minimum of 36 刚才华大的要求是32 但是Mcmaster的要求是36 在那个最最下面的地方 他的要求是36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 你就是这个 Mcmaster的有想法 就有可能是说 也许你数学不是最最最最最拔尖的 最最最最top of tree 这种 但是呢你可以有其他的学科来弥补一下 但是你的代价就是你的总总分点 要比华大的要高一点 就他的侧重点 他的收孩子那个侧重点 会有一些不一样 主要是这个东西 然后他这边顺便也跟你说了 基本上他对你的要求 就是转换学分的要求 就这个大框框 转换学分的要求 这个这个第一个大椭圆那边说 就是啊也是转换学分 HL minimum level of five 就是都是差不多都这样 你要转换学分 就是HL修到level five 这个样子 好吧这个就是Mcmaster跟你说一下 他他对Ib的Performance有点不一样 嗯 那我在多大就没什么好说 多大的那个我就拿了个多大工程系 多大工程系就是非常简单 他就直接告诉你我要什么东西 你学工程的 你没有必要数学一定要学HL 他这边说了 他说analysis approach HL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但凡大学说到strongly recommended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了 根据我的经验 对吧 就是说他不会勉强你的 你如果SL拿到了一个期 他会怀疑你数学很差吗 不会可能你不是HL的期 但是你是SL的期 就说明你也是有很好的数学概念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不需要强制性啊 他一般说到那种strongly recommended的时候 他其实是给你有余量的 他给你留了一点空间的 就说你不需要逼着他HL 你可以SL数学 没有关系的 然后就是说chemistry physics english 这种显而易见的工程系 你不学这个你学啥呢 对吧 就是说化学物理肯定是要报 那也就是说你在读IB的情况下面 你可能要放弃生物 因为就是说IB的这个diploma里面 你最多只能报两门科学科 那如果你是工程系的话 你就必须学chemistry physics 那你就没有bio的这个这个余量了 这个时候就是请 summer school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如果你要bio的话 那就summer school 好吧 然后 然后多大呢是这个样子 多大他一直比较该怎么说呢 arrogant 就是说多大对于转换学分 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就说不管你HL或者AP 他不接受转换学分 他就是他不信这个东西 那你说与其说他不信 你不如说多大一直比较财明 因为在所有大学里面 多大是最会挣钱的 他就是要你付钱嘛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我我这边给你讲了一下 就大概你能够明白我刚才说的 你你想要选什么HL和SL 其实是跟某个大学的某个系 有直接关系的 你这样来play chess 这样子好吧 啊 然后呢就说我现在开始说一下 课程的这个优劣性 好 课程的这个选课的优劣性 一个呢就是很明显 如果你是报IB的program的话呢 也就是说全科满分 转换奇迹 就我刚才说的 对吧 你不需要真的考97到100 拿到这个97到100 你可能就是个80分 但是你转换了就变成97到100 但是个80分也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好拿 因为他毕竟他的这个 课程的结构 跟安审不太一样 我会之后会跟你说 为什么会有一些不一样啊 然后呢 优秀的HL学科可以抵大学的学分 你就算他一个优势吧 如果能抵就抵吧 或者你不考虑抵的话 至少他让你大一大二的数学 觉得很舒服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SL和HL的这个啊 部分SL的科目成绩呢 是由IB同考说了算 我就是拿数学做例子 如果你今天报的这个IB的高中 他的数学你报的是SL standard level 他没有split split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学期 他把一个学期放在11年级学 另外一个学期放在12年级学 但凡是这两个学期都放在了11年级 那你就会参加11年级那一年的5月份的同考 而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 他就是一个permanent的mark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老师如果没有把这个孩子补到期 问题也不大 就是老师的主观意愿 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一考定终身 你就是5月份去参加那个考试 IB说了算 IB最后说你是7 你就是7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但是这个分数因为是在11年级就已经完成了 它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那个优势就是在于 这个分数已经settled down 是一个permanent mark 所以说他在给offer的时候是很确定的给你offer 因为这个分数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分数 已经结束了 明白这个时间吗 就是是11年级那一年的5月考试 分数是大概7月初会出来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学校的coordinator就会手动帮你们去调那个分 调回到IB给的那个分 就说你是level7 他就帮你100 就给你送上了 那要看这个IB coordinator心情如何 他如果认为我们学校 SL7就不能等于100 我就要给你99 那对吧 就是说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99是100 如果你是level7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面 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你11年级那个暑假 你的两门数学课已经决定了 因为SL的话是抵两门数学学分 他抵哪两门呢 他就是advanced function和calculus vectors 那就说这两门课你已经报给大学了 我已经结了 对吧 你就想那11年级就已经定了这个事情 但这个就是SL的优势 那如果你是学HL的数学的话 你要三个学期才能学完 那也就是说11年级呢 你会学一个学期 对吧 那也就说 那第一个学分应该是advanced function 所以说你会先出来一个advanced function的这个分 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参加IB的同考 这个分是由你老师来主观决定的 我认为这个孩子是个7 我就给7 我不认为他到达了7 那就不是7 然后就是说到了12年级 两个学期上学期下学期 你都得学数学 因为是HL嘛 你要三个学期 11年级一个学期 12年级两个学期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再出一个成绩 在9月份的时候 9月份第一个学期 是calculus and vector的分会出来 就是说会就是结束这个样子 那到了最后呢 就是最后一个学期 他应该是data management 那个分数 然后那个分数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你也知道 已经太晚了 因为这是6月份了 对不对 大学的这个要看的是到4月份截止 所以说那个是 等于说是interium的一个分数 所以说他最后可能会给你一些 就是说 我要考虑一下 什么什么样啊 如果你要用到那个学分的话 就是但是主要的 我觉得关键点是在于 你你的IB同考是没有意义了 那个时候 因为你想你的数学 如果是12年级考的话 那个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 你大学都已经给offer了 你这个考试有意义吗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老师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对于HL来说 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 就是说你就我这边就顺便跟你解释一下 SL和HL的区别 SL的话呢 你考试说了算 HL的话呢 这个考试比较难 因为他出现的太晚了 已经是12月 12年级的5月份了 太晚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IB的考试呢 就既然去 如果是IB的考试 来决定你孩子的分数的话 那IB考试 这个是评分难不难 那我就现在接下来说呢 它是个相对的评估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跟你一起考的人 大家成绩都很优秀 那你就比较难一点 如果大家都很菜 哎 你这一年你就是状元 它是一个相对的评估标准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分支 因为他到了最后 会出一个Mark本说 咱们今年判定 几分到几分是Level 7 它是以什么来算呢 就是认为 我必须要有这点百分比的人 拿到Level 7 那如果这一年大家成绩都很菜的话 那你不就合理机群了吗 对吧 那如果说大家对手都很强 你也许就没有进入到那个 HOP多少的百分比 但这个它是不会公开告诉你 它的百分比是多少的 所以说它这个Market Band呢 也是灵活的 后面你会看到 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想报考美国大学的话呢 相对方便一些 这个是它的优势 另外呢 它的劣势的什么地方呢 你没有办法不学法语 然后呢 你想学物理你学不上 就很多学校它不offer的 就说物理的这个课 你要想要学computer 你加不上 你想要学物理你加不上 你的选课的自由度不够 另外就是 你有很多额外的课外活动 其实课外活动 占了孩子很多的精力 然后呢 有的孩子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trend 是属于很多孩子 会跟家长和老师说 我这门课没考好 是因为我那有个排球比赛 或者说我还要去做 什么地方去做个volunteer 这个其实我还是想 作为任客老师 我给大家提一个想要 中国家长可能会比较愿意 接受我这种说法 学校是一个academic institution 你最后一切以分数为准 你可以说你如果今天你是考 Havard 我可以说你的cast很重要 但如果你不是那一类的学校的话 你的分远远要比你的cast重要的多 你的cast并不能够给你积任何的point 他只是说你要完成这点小时的creativity volunteerism这些东西 他会你必须要做 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让他觉得你 你占了太多的时间了 你甚至没有时间去复习 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很多孩子在上面 把握度把握的不是很好 他会并且他以此会来作为一种逃避 因为人有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 就说我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说因为我做了太多的课外活动 以至于我这门课没学好 他会这么跟你说的 他也不是故意要怎么你 但是这是一种人的心理暗示 他会会产生这种心理暗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tress level 也就是因为他很难manage 他的这个time management 他很难调整他的这个时间 会导致有些孩子精神压力比较大 那像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们需要也比较鼓励说 如果你可以让孩子上一下 我说的是linked 如果你可以让孩子 就说提前接触一下 这些课的内容的话呢 他没有那么stressful 因为他事实上就是说 他还要花disable 他要花很多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那他比如说要申请一些stress 他又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你要找到这个balance的点 所以我我建议是可以让大家就说 提前学习一下这个科目的内容的 好另外就是说他的这个劣势 我也说了HL的评分 主要是认可老师决定的 那你跟老师搞好关系挺重要的 老师最大的权限是在7加和7节还是7上面 因为比如说7是97到100 那你是100呢还是97呢 只是在这里的这个一两分的浮动里面 他平常小考你也就想着 影响啊 这就是这些东西影响老师对孩子的判定啊 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个slacker 不好意思啊 就举个例子 如果是个slacker 就是说他从他从9月一直到3月都在那无所事实 不是无所事 就是说他没有花全雇的心思拖到这个学 那老师很难给你雇一个7吧 因为我们任何的部分都是以evidence base来说的 你没有给我evidence 我怎么能雇你7呢 你不能跟我说 我认为我孩子就是个7 我就给你7对不对 可能最后还真考到了7 那congratulation you did really well 然后你就是在最后的那段时间猛追 你就跳到了7 但你就是个7节 我觉得这是个很fair的decision 因为这个事情来说 虽然说IB的学生很非常的close 但其实我觉得家长也应该意识到是一个竞争关系 就是一堆人都把7送上去 一堆人都报100分 大学难道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难道不会觉得说凭什么那么多人都是 你知道就是说这些大学是有个blacklist的 如果是一个负责的学校的话 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因为家长现在都吵吵吵说 为什么不是个7家 我一定要7家 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放100的话 他马上就会上黑名单 大学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学校我们信誉是有问题的 送了一堆100分上来 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在大学一年级的表现差强人意 那这个时候这个学校就会prudential 就会受到影响 那就算你以后送100 大学也给你减个10分再说 就说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我对老师说还得要有一点 还得要有一点conscience 就是你必须要想好对吧 你这一些孩子之间也是在互相竞争 那你说一个孩子从9月份到3月份都勤勤恳恳的 每一次都是7 和一个孩子是个slacker 到了最后拿了一个7 那我觉得谁的分应该更高一点呢 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公平吧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不公平 都是7嘛 就是7家和7减的差别 对不对 就是这个好吧 但是如果是HL的话 嗯 你的老师对你的喜爱程度 是很有很很重要的 你让这位先生说行吗 我觉得他是 就是说HL都是12年级学 学两个semester HL的话就是说问题是HL都是要学什么两个semester 是这样啊 HL的课呢是三个学期 那这个学校怎么排呢 是说是11年级修两个学期 12年级修一个学期呢 还是11年级修一个学期 12年级修两个学期呢 这是学校的自由 那他排个自由 但是你要知道HL他占了三个学期的学习量 那如果说HL11年级都学完了 学校11年级不可能学完啊 因为有三个学期 一年只有两个学期 11年级两个semesters 给你学两个 他学校三个semester 我给你学两个 啊对 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去参加那个通考呢 不能 因为你没有学完 因为没有学完 你没有这个flexible 那么这个时候老师会打分 对 那一份是可以拿来用的 是的 那么几乎在说就第三个 比如说那个分 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用 是的 也就是说任何HL第三个分 几乎就可以把它考读给不记了 不一定 不一定我来纠正一下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有一个数学和非数学学科的差别 这个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HL的数学这三个学分 都是12年级的学分 当他出第一个学分的时候是advanced function 出第二学分的时候是calculus 那基本上你已经满足了大学的要求了 没有关系 你最后一门课 data management你想你想糊弄一下 你就糊弄一下吧 但是这个对于science的课来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science的12年级只有一个学分 所以说比如说我学的是chemistry的HL 他等于说是给了你三个学分吧 但是ansion的这个diploma是没有三个12年级的化学学分的 所以说你在11年级学会化学 那就是11年级的science的分数 你拿这个分数给大学是无效的 你懂这个差别吗 那什么时候给这个science的12U的分呢 那肯定就是要到最后了 这个时候大学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不能糊弄 这个时候 有人在这边尴尬 对啊这个时候你不能糊弄 因为对于science来说你要坚持到最后的 因为他这个最后的那个分 才是你12年级的那个分 因为 四月份呀 要看四月份的report card 对四月份的meter 对 对 对 还是最后一个成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学的是science的话 你最后一门课 比如说第二学期的最后一门课 对吧 12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门课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课 因为他是science 那就是你12年级的学分 所以你的aprilreport card很重要 这个是就是science 对science没到最后 但是数学是随便三个都是12年级 所以数学老师最惨 数学老师我们就是被家长追着打 哈哈哈哈 因为每个都是12年级的分 每个都重要 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 然后化学的话呢 嗯你第一学学的不咋样 那是个11年级的学分 那学无所谓 那么你每三次要会参加同考 那同考 HL也会参加同考 只是HL的这个时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是5月份考时 对 他同考的比例是多大的 什么叫同考的比例啊 你说是一考课 对 他那个分 他那个final那分是占多大的percent 80% 因为是对 因为剩下的20%是你的论文 比如说你每一门课都有个论文 那就是老师评的那些小考 都没有付费在计算 平时的小考决定了老师 认为你是加还是减 嗯 印象分 ok 那你说 一般来说高中 我先问你我比如说他那个最后大考 是占30% 那是Ontario 对那那你说这个SL的也就是说SL SL的考试很重要 80% 80% 所以我就说一考定中生就这一次他占了80% 这个这位先生问的问题很好啊 就80%啊 一考定中生为什么叫这么这样 因为他占比太大了 他占了你百 他占了你分出的80% 你剩下的20%是你的论文 这个就是属于 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平时成绩 你的论文是经历好几个月 辛辛苦苦写出来的 你会回去再改几遍 你还给你还有一次跟老师讨论的机会 对吧 那个是你的20% 但是一考定中生就是80% HL的考试也是80% 只是那个时候不重要了 因为已经是12年级的5月份了 大学都发完榜了 那个那个考试 但是也必须要考 因为你考不好的话 万一你说你考了一个不及格 虽然很很难啊 考不及格是挺难的 你万一你考了一个不及格 那大学说我这conditional offer 我说说就收了对吧 你 那就说HL里面的老师他占了多大的 主观 HL的老师占多大主观 我可以说几乎都是他的主观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学生就是说 跟老师的关系比较好 或者老师比较迈的话 就选择了 所以老师不是特别迈的 我不是在往这儿走了 这个你开始跟我讨论这个心理学了 我你 ok 这个所以我跟你说 你说你现在报一个学校 你哪知道了这个学校 这个老师你你进了这个学校 你最后装在哪个老师手里 你也不知道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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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除非这个学校他的老师特意把课程安排成 啊 SL的头两个学期 学的内容和HL完全等质 嗯 是就说Ib他是有 Ib是主张这样的 Ib的主张就是说 HL的头两个学期内容和SL一致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学期 我additional的content 对吧 但实际上很难 为什么呢 是因为HL他就是题目会难一点 哪怕你你让这个孩子 比如说学的是那个一样 其实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很难 就是说他的这个教的难度 还是不一样 我同样我学二向式展开 我二向式展开 我给HL的题就要比SR 那从一个前面来讲 小妈高分的恨不一赛报SR 天际赛吗 天际赛吗 我只能说这个事情 你要比如说你想你我死心他底滑大了 他就要我HL 我逃得了吗 我逃不了是不是 我没有选择 我逃不了 但是但是 呃 华达我觉得他比较狡猾 也狡猾他有他狡猾的地方 呃 我们学校在我手里面 有一个拿所有100分的孩子 我们学校只有数学的SL 可是他进了华达计算机系 所以说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你肯定要要选择的这个对象 就是这孩子是全期呀 就说虽然他数学是SL 可是他其他的学科都是7 就说他起 所以说他累积的这个point 就是要比别人高很多 虽然他学的是SL的数学 华达收他了 就是哪个学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 哎 然后就这个这位先生 那问题就是他主要部分 就是 那是JD 那么 这里面就是最后 那 并公 那 好是你说HL还是SL sorry HL是吗 嗯 对这个的话 我觉得 flexibility 比较大 这个flexibility 比较大 可能是要整个学校 大家统一 就是说这个学校 大家统一 我们就是这么样子 或者至少是这个数学组 我们统一是这样子的 啊 但是但是我不认为 哪一个安神老师 会很confortably 选择让这个考试占80% 很难我觉得 因为你毕竟他 你毕竟还是在一个 安神的学校里面 他可能还是会以3070来算 那平时来讲 参与以后啊 多人学 谢谢你 嗯 啊 这么说吧 我认为就是说 努力的孩子我最喜欢 不是最聪明的孩子 是最努力的孩子 如果你问我老师 喜欢什么类型的孩子 不是最聪明的 最努力的 我就喜欢他 哎 放学的时候就说老师 这题我不懂 你教教我 然后呢 就是非常用功 非常努力 因为首先一点 努力是可以让这个孩子的 能够得到提高的 肯定可以 上不上70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绝对会有 dramatically的这个difference 是在那边的 所以就说我认为 你你秀存在感还是蛮重要的 你在这个老师的面前 而且呢 就说 秀存在感不是 不是让老师觉得你讨厌 你知道吗 因为有的孩子他就是 要跟老师argue 那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来怎么讲的 大部分的老师他都是 尤其是教IB的老师 我们都是教了 越人无数了 就说我认为你是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跟我来argue 对吧 我懂的肯定是比比这个孩子多 我不敢说所有的老师 但是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就如果这个孩子就一定要跟我讲 一定要跟我那样子的话 那你简直就是在 在就是说 against一个老师的professional judgment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有点技巧 你要跟他讲 你还不如告诉这个老师how to improve right 那那我就照着你的做 或者尤其是在那个写论文讨论的时候 孩子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参与度 也是我会注意到的一点 嗯 会给我很深的印象 好 ok 啊 我可以跳过这一页了吗 好 基本上就说这边就是在在跟大家说一下标准数学SL 高等数学HL对吧 大部分的这个你们大概都可以看一下 我都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主要的不同就是难度 难度不同 然后扩展的内容不一样 啊 转换的学分 啊 HL多一个data management的学分 那 啊 HL的话呢 他是考三卷 也的意思就是 paper1 paper2 paper3 他要考三次 就说他是连着考 就是第一天考一卷 第二卷考二卷 这个样 他要考三次 啊 啊 所以说他的taper3呢 他的三卷主要是一些拓展 啊 课题 这个拓展课题呢 是由任何老师决定的 哎 比如说呢 我就是喜欢统计 那我就会把统计讲的深一点 所以说三卷就会着重考统计 你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这个老师他就是一个微积分的迷 他就是说我把微积分讲的深一点 那他就跟你讲differential calculus 那differential calculus就是你卷三的内容 那卷一卷二大家都是统一的 卷三的话是additional topic 是这个意思啊 标准数学的话就没什么additional topic了 你就是paper1 paper2 paper1 paper2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有计算器一个没有计算器 你要问什么差别 就是说有的题他是考你conceptual connection 卷一卷二考你用最最聪明最快的方法把这道题给做出来 利用graphic calculators 你如何最大化的运用图像计算器 你最快的方式得到答案 这是卷二 他的考点不一样啊 这个就涉及到数学的内容 我就不多不多讲 大家有兴趣可以之后再问我 嗯 然后就是说嗯 对申报大学的时候呢 SL的话已经一考定中生了 HL的话呢 嗯就有那么一些老师部分的问题 啊 然后就数学难度来说呢 一般来说 其实SL是简单的 比安审数学要简单 但是他考题的范围很广啊 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 就说现在的孩子大部分他学起数学来 他就说 你现在教我的这个东西就是概率吗 那我就把概率拼的复习复习 我把这个单元测验考好了 哎他到考试的时候发现这个概率怎么突然跟三角函数搞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孩子就 会了 知道吗 就说安审的数学题 是不可能出现三角函数和概率同时出现的 概率在data management这门课里 三角函数在advanced function这门课里 这两门课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张考卷里的 安审的 安审的这个内容 他是很专一 就是说我说考这些就考这些 我不会 我不会把好多concept都连在一起考你 但是呢 我如果专一的考你这个课题 我就会挖的很深 相对深 s要是这个样子 我会把好多个不同的考题混在一起出了一道题目给你 但是呢 他未必很难 但是就看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内容联系起来 来完成这个答案 这是他所谓的考试范围广 你可以说的这是他的难点 但他其实相对内容没有安审数学来的深 那高等数学的话又难又广 就这样 我没有可以解释了 就又难又广 好吧 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基本上已经快完了 最后就是你们最关心的分数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一点都不需要关心这个分数 那首先一点呢 我给你看这个左边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这已经是2019年的分了 为什么我只能放2019年的分 大家都知道201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COVID 所以就是说呢 那后面那几年的分都不太正常 我不能拿这种不正常的分来告诉你们 以后就是那个就是mark boundary 因为他也试图现在恢复啊COVID之前的那些 因为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是更加规范化了 那2020开始呢他就大放水 就是他因为就是大家说啊不行我在家学习啊 我没有上课我想参考试啊啊那就大放水 所以说这个boundary是不太正常的 那我就简单来说呢 一般如果你参加SL数学考试的话呢 嗯 每年的mark boundary都有一点不一样 差不多呢 是如果你的raw score是在75%raw score 就是换成百分比的话 如果你的SL的分是在75%以上 这个样子一般是level 7 对75差不多是这样 那如果再碰到COVID year的话呢 那说不定给你来一个69%都是以上 都是level 7 就是他大放水的时候 就看你赶上哪一年吧 所以说你看 怎么知道这100分钟 现在现在不多在放水吗 现在安全的也在放水啊 比谁比比谁比谁放的更猛一点 对啊那就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过多关注 因为事实上就说今年的boundary 也不代表明年的boundary 也不代表你考试那年的boundary 没有意义 你可能就是只想了解一下 右边的这个表就是 如果你被评定了这个Ib level 会转换成什么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所以左边的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个是19年的啊 19年的时候还是old curriculum 他还没有分analysis approaches 其实都叫sl 或者一个sl ehl 所以说现在curriculum也变了吗 当时的maximum mark是90 现在的maximum mark是80 给你同样的时间更少的分 因为他对你的expectation已经降低了 他知道你给你90分你也做不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题目就出到80个marks这样 ok所以说这是HL的二 这更早17年的那种 就基本上你就看到对于当年17年的时候 HL的这个level的话是80分以上差不多 80分raw score80%以上是level7 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ok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数学论文的重要性 那就是我已经说了 虽然依靠定中生80% 论文就是占20% 你有自由掌控时间的可能性 对吧 你是在自己刻余时间完成的 你也有和任何老师讨论的机会 老师会给你非常明确的指点 说你可以改进一下这个 你可以搞搞那个之类的 你有一次机会 然后呢 很多孩子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成绩是在 平时的成绩是在什么 Number 4 Number 5 是这样的 那这个论文对你帮助是有的 如果你的论文可以拿来较高的分数的话呢 它是可以提高你的分数的 如果你平时已经是level7的话 怎么讲呢 有的时候叫高处不胜寒 你都已经level7了 你这个IA怎么也得搞成个7 是不是 然后呢 如果你的 我有碰到过一个孩子 他平时是7 但是他的论文让我很不满意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很难给他一个最终成绩评一个7 那就这样 他就很重要 这个题目是谁给 啊 这个孩子自己选的 IA的标志 研究课题都是孩子自己选的 论文成绩呢 等于说是也是经过老师和学生的这种共识的讨论 No surprise 你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可能会出现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 你坚持选这个 That's your choice That's your freedom right 那最后你也不要怪我给你这个成绩 这个都是很transparent的事情 那有的孩子就说get over with it 我就不想在这个事情上折磨了 啊 我就专心备考5月就可以 这也是一种想法 嗯 我就跟你说 就是说如果平时都是7 你突然我碰到过一个孩子 就说论文给了我论文是个4 你觉得我能评这个孩子是7吗 就平时是个7 但是论文是个4 我只能给他6啊 就就这样对吧 然后呢 就说不要抄袭 不要抄袭 抄袭会很可怕 啊 这就是论文 对 论文的题目都是提前商量好的 跟老师商量 对是的 就是学生自己选 然后老师会 approve 然后呢 你可能会有个初稿 老师在跟你说啊 你可以注意这个这个这个 你没有提到什么什么什么 但我不能讲的很透 我只能你往这个方向去做 或者怎么样 会有那种讨论的结果 嗯 然后呢 呃 接下来就是那个 81 a external assessment 这个的话就是一二卷 啊 sl 只有一二卷 一卷不使用计算器 二卷注重图像计算器 啊 然后三卷呢 属于additional topic 使任何老师自己选择主讲课题 然后申报 Ib说我要考孩子这个内容 嗯 然后呢 答题的话呢 Ib的答题要讲究 简明恶要 写太多 不会给你更多的分数 但是关键的点 你说到就可以了 然后但是又对于某一些细节内容 又非常的莫名其妙的言格 譬如说 约等号 就说这个答案 它是一个约等号 是一个approximate answer 你不能给我等号 你键一次扣一次 键一次扣一次 然后呢 然后呢 四舍五入它讲的是3 sig fig 不是那种四舍五入 它是那种3 significant figures 你约错一次我要扣你一次 约错一次我要扣你一次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孩子 平时的习惯要养成 那我一般都是9到12年级 9到11 12年级全程监督 基本上9年级十年时候 已经有意识 逐渐让孩子培养这种书写习惯了 不然的话 你肯定反应不过来 就一下子就说 我强执心的注意者 你考试数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你这个约等号和四舍五入 这种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做的很自然才行 要求所有的知识点融会贯通 和安神的考试是不一样的 我也解释过为什么 我也把很多章节知识点融会贯通 一起出题给你 就是这种类型的题目 所以说 如果你是要备考SLHL的话 是最好找SL和HL的老师辅导的 因为就是说你找一个 是说一个Math Tutor 他不太了解 如果他不太了解 SL和HL这种语言环境的话 和初题的这种口味 就不太能够带来帮助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找一个比较experience 差不多就是那种 终于完成了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可以一个小时讲完的 结果是一个小时20分钟 好现在是提问时间 可以提问了 我来重复一下问题 如果是来entertain一下网上的听众 就说这个问题是说 有的IP老师平时好像上课 就不怎么讲课 让孩子自学 然后这个是IP必须要求这么做的吗 还是个老师的personal style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是personal style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的这个问题是让我说哪一个学校 比较容易这个样子 没有问题 我真的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一点 这个是你现在问的问题 是要我挑战我的同行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老师存在 有我是有碰到过的 啊我是有碰到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会有学生来找我补助上课啊 这种是我是接触到过 我是知道是有的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老师会采取这种方式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学生 原来就把老师闹的就已经说不了了 就说 这有可能是有其他原因在那边呢 嗯对 嗯 就是说老师到了最后就是说好吧 我跟你讲的你都不接受都不听 你还在那边跟我在那边天天炒分 那我教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你的你的目的是分 你当然了你们家长大部分的目的都是分 你的目的是分 你也不想让就是你的目的不是在于学习 那我完全没有教你的必要了 很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不用讲自学吧 那我就辅导你就行了到最后 就是你有问题来问我 我我可以辅导你我可以给你解释 前一个那个slash 收一下 前一个前一个这个的前一个 IA的是吗 对 IA的是哪一个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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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这个 要全屏吗 这照不上 看反光 我自己的写 嗯好了 老师我问就是关于 Ib 范围这个 就是说那么 从您来看这个想例 TOK 应该是分多大 比时间比较好 或者比较合理 我觉得TOK你是没有办法逃 问题是一一和TOK我要花多少精力 这是问题 啊TOK你没有办法选择 你只能是在12年级最后一年不想学 也得学是吧 呃我个人认为不是很重要 你过了就行了 啊然后呢 呃一一的话我我不能说多重要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12年期之前 就把一一的初稿搞定了 就说你的暑假把一一都已经差不多 学的差就写的差不多了 十年级的暑假对 你不要等到12年级 因为12年级你的事情挺多的 你要毛泽生请大学 你有那么多HL的课要学 大部分的HL的课都是在12年级 一怕就可以 就我一一要11年级的暑假 就竟然暑假里面就开始搞起来 对因为一一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的 就说比如说我是 我就是对跳舞感兴趣 我就想那么写一篇关于跳舞的 他他就是这就是我的一的特别 完全是可以的 对吧 不需要 它是对于你完成IB的Diploma需要 你如果要以IBDiploma毕业的话 你必须要一一和TOK 那么TAS呢 TAS也是requirement 就好像安神不是有40小时的volunteer hours吗 你不做也不行啊 不然怎么毕业 谢谢 嗯 好的 对现在可以接受一下chat里面的问题 对 哦我可以看一下啊 chat书 啊西班牙 这他写了西班牙 不是不是 关于 啊 啊 回答一下 看一个对 啊 好的 然后后面呢 语科的 嗯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 网上的家长们大家好 哈 那么下面呢 我们 王老师呢 那个挨个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现在先回答大家 关于这个西班牙语的几个共同的问题 IB课程是否有西班牙语 通常IB学校都是在第二外语那一部分 是提供西班牙语 这还是个比较popular的语言 然后是否可以代替法语 是可以的 是吧 就是完全可以 如果 哦 不好意思我在看问题 你听说西班牙语代替法语 对对对 是 这个是一个学校offer西班牙语 对啊 如果学校offer西班牙语 对 对他可以代替西班牙语 但是呢 如果对 如果对于那个 上美国 想上美国上学的学生呢 因为美国学校呢 要求他提供四年的成绩 所以呢 你这个西班牙语呢 要从九年级开始 你就有西班牙语的成绩 不然的话 你只是在IB那两年 你学了西班牙语 而在九十年级没有的话呢 那么你这门课程的成绩是不完整的 所以这是就是有问题的 而如果上加拿大上大学呢 那完全没有问题 嗯 嗯 这个IB法语比IB的法语课程难多少 多少 那这个很难说哈 通常IB课程是比那个 嗯 嗯 我们的普通的program比较难的 那么Standlevel的 嗯 可能好 稍微容易 差不多的应该 像刚才王老师说的 Standlevel数学 可能比普通的学校还能简单一点 但是它的综合性强 刚才王老师已经举例了 我不知道IB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 但是如果你选的IB High level 你选成法语的话 那当然比那个普通学校 那个法语课要难得多 嗯 后面那个十年级历史才能上其他历史课的话 那么没有 嗯 除了上美国上大学的学生 那安省不在乎十年级历史成绩的吧 如果你要选历史方面的专业的话 你肯定有高年级的历史也要学 那么十年级的几乎是不看不看的 啊 他最多会看参考你十一年级历史成绩 啊 所以十年级历史 你在SAMS School学完全没有问题 啊 IB学生只能在暑假课程选择 啊 暑假课程选择 啊 学习物理 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那个SANS 选了其他的呢 哈 你那个没法选物理的 如果你也要学物理的话 那么就只能SAMS School来学了啊 这个呢哈 经常有这样的学生 啊 那么你就SAMS School学 这个呢 你在填表的时候呢 填申请表的时候 你把这个原因写上就可以 但是如果 就是说如果他要求物理成绩 那必须有 但是可以在SAMS School学 好吗 是后边好像都是数学方面的了 啊 我觉得大家有什么需要 大家能看得到这些问题吗 你们有什么有兴趣的想要我问的吗 明我回我可以回答的 啊啊 我很吃惊 约克 约克 约克军 你那次说York region是吗 York regionIB没有 现在没有HR了吗 我不太相信 Bivu现在Buffer了吗 Bivu Secondary School 学校没有HR 如果学校没有HR 这个是完全充分说明的 就是你在那个副表上面你填上 这为什么我们学校一样 SL一样上计算机器了 华达计算机器啊 我们学校不offerHR 他只能上SL 对吧 嗯 但是那个孩子的确都是7啊 每每边都是7 现在那个网上offer 网上的什么课 AP AP我不太了解 IP IP IP网上的offer 这是什么东西 我刚刚 我 我不了解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啊 然后是 第一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啊 这个选SL数学是否 十年级暑假就得补写Vance Function Calculus 我的回答是是但不是安省的Advance Function和Calculus 大家能明白这个区别吗 比如说这种问题在报名我们学校时候也很多 啊 我们就说到很多孩子这种问题说 哎我们这个孩子是IB 我是不是暑假上Ontario Curriculum的Advance Function and Calculus 然后这回答是不是 如果你是IB Stream了 然后你开学十一年级要学SL数学的话 你就应该上 IB的补习 就是IBSL的补习课 就是非功效以外的 功效専业的 就比如说在这里 您您说的补习吧 因为他这个题是补习怎么可能是功效呢 功效怎么会有补习呢 对吧 你你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就是说 以这个孩子十年级的数学成绩来决定 是不是继续IBDP吗 是这个意思吗 有参考价值 因为呢 就是说IBDP真正开始是十一年级 然后呢你九年级十年级念呢 其实你还是在安省的系统里面 不是十一十年级他就学了十一年级的时候 不是您让我说完行吗 就是说 他是Ontario curriculum 但是呢他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如果你是在十一年级的时候 就要开始上SL 也就是十二年级的内容 那你在十年级要学两门数学 就是十年级的curriculum 第一学期 然后呢下半学期第二学期 学的是十一年级的Ontario curriculum 也就是说fast tracking 对 对你你不是脱离了安省的系统 而是你要提前学 就是没有办法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来说孩子出现重大转折 就是在十年级的第二个学期 因为十年级第二个学期 学的那个是 就是说安省的课程是这样 九年级十年级的课程 这是有点像国内初中的内容 但是一旦到了十一年级 就出现了国内高一的这种感觉 它是有一个初中和高中数学的一个差别的 但是你的孩子毕竟只有十年级 也就是说你让这个孩子在一年之内突然从初中跳到了高中 有的孩子他就是有点转不过来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国内就是说到初三结束 然后高中的一些数学 他就是给高一的孩子上 就他是跟你的brain development是有关系的 那很多孩子就在十年级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尤其到了第二学期 所以建议大家早学早得意 赶紧把十一年级课程去学一下 莉莉老师要回答 我念一下这个家长的问题 请问如果选SL数学 是否十年级暑假就得补习 Advanced Functions和Calculance Vector 普通课程十二年级下学期才学 Calculance Vector IB十年级就学 会不会学不懂 首先IB到不是十年级就学 大概算十一年级就学 那么IB十年级的下学期 会学grade 11 Functions的内容 刚才王老师说 其实从grade 10 Math到grade 11 Functions 其实它本身就比较难 这个不光对IB学生 对普通学校的学生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每年学校的 不管我们学校到处 开Functions这一门课 一直比较受欢迎 就是孩子们 你要一开始不报这门课 那么等着上着上着 再来补习的话 往往就是 就发觉就晚了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Stand Level数学 Stand Level数学 它虽然只学两学期 只有两个学分 但是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呢 还是高中十二年级的那三门课 Advanced Functions Calculus Vectors 还有那个Data Management 它只不过是学的内容 可能稍微少一点 没有highlight我那么难 但是呢大家想想 三门课那么它内容再少 它精华的重要的部分 它也是都要学到的 本来这三门课呢 在高中里是需要 大约110乘3 330个学识的 就是每一门课 在这个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 用三个学期学 那么现在Stand Level 是150个学识大约是吧 一共 才用150个学识 在不到一半的时间 也是从十一年级的九月份 学到第二年春天的五月份 通考之前 不到两学期的时间 即使去掉一些内容 它也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所以 那么孩子们又从 这时候你才十一年级 又学一些Calculus Vector 确实就是比较难 王老师刚才说了 这门课呢 难度并不是很大 但它综合性强 而且呢 它关键时间紧 我觉得吧 在普通学校里 你比如学Advanced Functions 那么你今天老师教的内容 你觉得你没会 那明天还有复习的时间 你还可以问问题 但是呢 Stand Level呢 因为它压缩的比较紧 所以你今天没明白的问题 你想明天再弄明白 再复习再问老师 可能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老师又要讲新的内容了 所以呢 这个紧张程度 这个紧张程度是比普通学校要紧张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大家说 是不是暑假里就要补习 我们认为是补习的 除非你这个孩子数学特别强 但是一般特别强的孩子 有的可能就选High Level去了 我们这里 王老师每年暑假里 都开这个Stand Level 这个补习 在我们学开Stand Level补习 我们只是不是说 把Stand Level全部讲一遍 老师是把重点难点讲一部分 让大家呢 开学以后呢 学的不至于 因为这个速度很快 老师工校老师讲的速度很快 大家跟不上 男的呢 不等着消化了 那么又开始新的了 所以那个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课程 我们一般 暑假里多少个小时 40个小时 我不记得 反正就是一个 一个月 一个月1.5 不是 上到了8月的中旬 中旬 对 成是上到8月15左右 对 我印象中最多是48个小时 六周 然后一周是 三次课 四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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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周三我休息的 就是一二四五 好像是四次课课 不好意思我每年教 我每年忘记我的课试 因为我教的班太多了 是 那么这样就是说 每天 每周 每周 每周八个小时 每周四次课 八个小时 六周六八四十八 对 48个小时 对 一般是六四八 已经是压缩的不能再压缩了 对 48个小时不会把那150个小时的内容 全部讲完 但是讲重点难点 对 一个重要的topic 是的 因为有一些内容 它还是毕竟设计一些我觉得蛮基础的知识 就是不是很难的 那么没必要讲 那重点还主要是概率 还有微积分 嗯 advance function讲的少 advance function是讲的少 因为塑造队的vance function要求非常低 对 不多的 就是这跟安神的vance function比 它设计的内容不多 如果孩子们选stand level 又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能够拿7的话 其实我认为哈 选stand level最好一定要拿7 嗯 那么我们通常说 嗯 high level的6 比stand level的7 还要难拿 嗯 所以呢哈 你如果没有把握high level 你能拿到6 或7的话 你选stand level 嗯 选stand level 那一定要拿7 又不容易 是不容易 对 这个不容易 但是就是是可以achieve的 就是SL的7 没有你想象当中这么难 但是你要了解 就是了解这个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需要专业辅导 然后下面因为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我主观性这么强 其实我的主观性是很强 我为什么我的主观性强 这是源于我对教学的自信 这个我不可以不用跟你们 就是我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辅导的孩子下来都是7 都是7 就是 嗯对 差不多 对我一顿之容说成不去7 哈哈哈 那个 这一点 太对了 也是 三级老师知道的就是7 学生就是7 但是呢 学生也一定要努力 他不是点识成金 而是你真想 是块 你是 配合我 就是说他一定要相信我 要配合我 他就是可以的 对 啊 OK 这个我们不推课了 这个忙忙是继续往下说 然后接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很重要的问题 嗯 AP 我不能回答 什么IB 学生可以优先考决定 是你考哪几门AP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吧 你比如数学吧哈 你就没法早考AP 哦 首先你是IB学生 不必要考AP了 啊 IB本身就挺紧张的哈 就是说你即使上美国大学呢 你可以不用考AP 啊 当然你就考AP 增加竞争力 那没问题 那么这个呢 哈就不要在IB期间考 那么这个家长呢 说的是啊 在90年级考 完全可以 你比如美国历史呀 啊 那个economics 那些东西嘛哈 需要的这个基础不是很多 那些呢哈 可以早考 像那个数学这一类的呢哈 你必须学完了advanced functions 还能考AP calculus 那么你这个一般来说 就早考不了 好 那我们就说到这 嗯 这个 我不太能回答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成绩达到六分 这个 我也不了解 这个是要老师告诉你 你达到六分 就这个问题 六分换成安审分数兑换表 基本清楚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达到六分 就是平时的老师会给反馈的呀 就说每一个测验下来 老师都会在旁边跟你说 你现在level是多少 我们都给 就给一个raw score 就说 你可能并不是说我达到了 九十几分对吧 你可能你的raw score就是个六七十分 但是老师可以估你是一个六的 啊 但你要具体再问我 我怎么估你是六呢 那这个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 我在出卷子的时候 会有简单题 也会有难题 每一道题都是根据IB style来的 那也就是说这道题在AB的标准 它就是个level4的题 或者它就是一个level6的题 就是根据孩子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我来决定你是什么level 对吧 所以就说我不认为很主观 我认为这很客观 就我就拿这个level4的题考你 你过了 那我知道你至少有个4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那我再拿个6的题来考你 那你能够回答AB 可能CD不行 那我就觉得啊差不多刚刚6吧 就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也不是说单纯以说你现在拿到百分之 你混了个65分 你就是个6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根据这个卷子的难度来定的 有的topic它自然会难一些 那我们当然就要对孩子手软一点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题目很难 你怎么还考不好 这也挺委屈孩子的 就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到题目的难度 来相对定你的成绩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好吧 然后还有那个语言的问题已经跳过了 那我来回答吧 AB语言的问题呢 对你当然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好 但是呢我们建议如果你是华语呢 不要选中文 因为这样呢会给那个招生官就觉得你这个挑一个自己最容易的 你就算是那个第二语言嘛 所以别给大家造成一个这种印象 可能就会耽误的一些事 其他的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学校提供 然后就说教育教学质量稍逊的学校 IB学生成绩会不会差一点 会的 好了下一个问题 你的孩子的考试的成绩是跟老师的教学质量的确是有关系的啊 然后啊 我不我不理解Sylvia 她说女儿说十年级下学期什么是YAO啊 这是哪个学校 啊 哦 要要要要学啊 Advanced function 那这个学期的分数算件 IB分数吗 这个我不清楚 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另外一个school board 据我所知 但是如果你是Halton board PO board PO catholic 你们如果是这些教育局的话 是不会在十年级的下学期 学Advanced function的 你的十年级下学期应该是function grade 11 functions 但是出了这些教育局之外的可能growth还是哪里有可能啊 我不清楚 但是我很少见到说十年级下学期就学Advanced function 所以我不清楚 嗯 你可能得再具体问一下 啊 然后 十年级快要选十一年级的课了 是否就要决定选哪个SLHL 是的 十年级的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说明年十一年级你就正式进入DP了 Diploma program 这个时候你就脱离了Ontario的System 你就要开始选择哪些课是SLHL 过完暑假上十一年级还能换吗 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回答 因为这个完全看你的guidance counselor nice不nice 对吧 你的guidance counselor对你心存怜悯 他就给你换了 然后 是恰一句 如果换的话呢 那你要有备选 你比如high level 你觉得太难了 我想换是standard level OK 如果counselor有允许的话 那么你得补上一门high level 那么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 那如果完暑假上十一年级还能换吗 也就是说我以为是十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 就是十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开始DP呢 对他可能是 他的意思我认为就是 开了学以后我发觉难了或怎么样了 是不是那时候 他是一个很大的time table的调动 有的时候他也不是guidance counselor 故意阻碍你 他可能真的是无能为力 他就是弄不出这个time table来了 嗯 这个要看你拿到的什么level了 如果你报了一个ib 然后你的分数是个level four 他不认为很有价值啊 对吧 那他也他已经说了说你的average 要minimum five 这个样子的 那你十年了Ib了 你也完成了 完成不代表你优秀啊 对吧 就说如果 对就说如果你的level是在四 就是差不多就四和五的话 我觉得一些非常competitive的program的话 他可能也也不行啊 对 我不能这么解释 因为我觉得每个program 像你看像华大他就当时他就会看数学竞赛了 他会看一些就就就就完全是看这个戏 嗯 是比成绩 但是只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孩子非常优秀的话 你在ontario curriculum可能很难拿到99100 哦 对 分数转换 分数转换 他们讲说 他们讲说ID学生 ID学生的占光嘛 哦 就是分数转换的分数就容易达到99100 哦 OK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分数的就是有100的 适合学的知识是match的 嗯 嗯 嗯 对的啊 嗯 是如果念的是Ib学校只申请加拿大大学科口 只提交osd成绩不提Ib成绩不行 因为首先一点你osd每个人都会有osd 不管你是Ib还不是Ib 这个你在osd上面的成绩就是转换分呀 就说呃 就是7到100如果你是level7的话 这个分数就会出现在你的osd上面 呃 但是你你不不 就是怎么叫不提交Ib的成绩 那肯定是要提交的 你没有这个选择 但是你osd成绩 也在上面呀 转换分 已经转换过来了 他主要是看osd成绩 但是他也有points啊 就刚才比如说你看华大他有说minimum 32 points 他有这个point 他有point 就是你 你这个course code进去是不一样的 他当然知道你是Ib的 你的你的course code结尾是个7或者是个8 他就知道你是Ib的了 这个是逃不掉的 因为他这个部分是guidance counselor帮你递进去的 对对这个也应该现在也不需要你填了吧 这种东西都是学校就直接上传了 这个是不可能说隐瞒成绩之类的 这个没有 然后 功效11年间SL都那么重要了 竞赛含金量是不是就不高了 比如欧几里德 这个我觉得很显而易见很高啊 如果你是去报滑铁卢多话 难道竞赛就不容易好了吗 竞赛重要啊 那您看那个你选的什么专业哈 如果你选天文科的经济一类的 这个欧几里德根本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选的理科的 尤其是和计算机数学有关系的 您可以上滑铁卢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那么比如你计算机有关的 你看网站上就写着 哎呀我的印象中 刚才王老师那一 那个选的那一部分就有 他写的是强烈建议 那么强烈建议的意思 您自己理解吧 我认为是挺重要的 嗯 对他如果是要比较孩子之间的话 他如果确定这个孩子 这个学校的孩子的分 和那个学校孩子的分 这两个学校之间 他不能做抉择的话 他会看那个Euclid的成绩的 但是如果是还来我的话呢 可能真就没那么重要 还来我本身难度就足够了 我觉得我这个不能替大学回答 因为他这个里面 他不能告诉你 我没有那么translential 先因为我不是guidance counselor 我不能去做做这种很专业性问题 我是个数学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就说还是分数最重要 这个是基础 嗯对然后再有其他的这种 那如果有在如果要两个人当中 挑一个的话 那些附加条件可能就变得挺重要 嗯 嗯 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不是 就是做个参考 对你要是好的话 你肯定要提及上去 你要是比如 OG的 你在60分以下 其实60分以下 就根本不用理他 60分以上呢 就都值得可写了 对 然后70分呢 就不错了 如果到80分呢 就可能又就有奖学金了 嗯 嗯 我真是后悔没有报华大 80分就能拿奖学金了 是的 你11年级80分80多分的成绩 他就会给你来信 是吧 如果你怎么样的话 去了以后 这个成绩就可以给奖学金 都不用12年的成绩 其他那些学校 好多学校 你也都有地方填这个精彩成绩 对 然后下面是数学论文和四千字论文 是同一件事吗 不是 你有很多论文要写 每一个学科有学科论文 那个四千字论文是extended essay 是额外的 你可以挑选任何你想要研究的课题 你说我喜欢舞蹈 我喜欢戏剧 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论文课题 但是你的每一门subject都有20%的论文分 这个所以你就是 所以说说学Ib文课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表达不清 写不来作文 条理不清楚 利益不明 这个东西都是需要练的 因为他要求你有论文的这个写作能力 ok 好了 这个跳过 下一个我就解释了 接下来是那个 选了数学论文是11年级还是12年级完成 这个要看你SL是11年级念完还是12年级念完啊 如果你的SL是11年级念完的话 那论文肯定就是11年级写完 通常这个递交的时间呢 是在2月份到3月份这段时间 就是对 因为可能最多延迟到March Break 因为我们送分送IA分的deadline 一般都是复活节左右 一般是4月10号左右 那老师还需要有批阅的时间 所以说你递交数学论文一般是在2月3月这种时间 如果你的SL是12年级完成 那 我不好说我们学校是12年级 如果你是12年级完成就12年级教论文 但是也有的老师他可能会要求你11年级教论文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就说11年级的时候你就教了老师就批好了 这分数就定了 然后到12年的时候再报也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多数情况应该就是如果上到12年级就12年级教论文 四手五入的英文是什么 3 significant figures 没关系这个东西不重要到时候就明白了 孩子自然就明白孩子老师会教的 嗯 私校Ib和公校Ib有什么区别吗 私校看什么样的私校 如果你现在说的是upper canada college 这种比较prestigious的那种 independent schools 那他们是比较有信誉的 如果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什么什么私校的Ib 我不敢保证质量 independent school 嗯 那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了 比如说像 你他会说他叫independent school 不叫private school 因为independent school 他不是为了盈利来的 他就是说他是 他就是一个造了一个他叫 他不是盈利为目的 他自己有个board 他就是要run这种 那比如说UCC这种 还有那些什么什么学校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有那些就是全女校 还有一些是那种 Branston Hall Branston Hall Branston Hall也有offerIb 对对对对 对是的 那肯定认这种学校 但是如果是从来没有通过什么mohammed private school 可能不行 所以就 Do you know which HLs offering White Oaks White Oaks是有HL math的 据我所知 对有HL math 还有那个chemistry 但是没有physics 还在我 文科的我就不记得了 对 那个学校网站上应该有 辅导论文 那就是找会叫Ib的老师 你要知道这个论文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他有一定的 criteria ABCDE 他有这几项 criteria 那就是说 这个水比较深 你就是要找 就是说是教Ib的老师 他是很了解这个评分标准的 或者至少他是参与 IA的marking的这种老师 他自己也改改 因为他每年会招募老师去去去随机抽选 IA 让老师去改IA 因为就说老师会送上一个分 那Ib自己要核实 你这个IA的评判标准是不是好 他会随机抽取 他会告诉学生说 学校说 我现在要你从这个到这个 这几个孩子的论文抽出来 抽掉 抽掉之后呢 然后再另聘老师来重新 评判一下 然后呢跟你说 好我认为这个老师的评判是合理的 或者不合理的 不合理 我就帮你把这个分给掉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有的老师他会参与这个 评判 那他也比较了解 这个IA怎么给分 另外就是说 如果这老师本身是教Ib的 那他当然要知道怎么改A 因为他得批阅嘛 好问题 那么就是 问题就是说 您呢 我们家长来说 他们两个技术 Ib学校 他的 考虑 没有这样 brefer 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去brefer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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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说 你觉得说 在这个Ib的大 还是那种 还是 他是战胜一个 brefer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最多只能去看看 各个大学的黑名单 看看这个学校有没有上那个黑名单 就是说如果这个学校上了那个 华大或者多大的黑名单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学校比较注水 就要送好多100分 但是孩子的质量出来不是特别好 那大学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了 那我觉得只能以这个来算吧 因为我真的不了解Golf哪边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有点远 我我涉及最多的其实就是PR区 因为我自己是PR区的PR区和那个天主叫PR区 我涉及到的 差不多 应该是内部资料 嗯 这个我觉得除非有人透露给你 我们自己学校的我肯定是看得到的 但是别的学校的我应该是要不到 除非 除非是一个教育局 那我跟这个老师认识 那我可以调 嗯 皮尔区有怎么上黑名单吗 哈哈 这个问题我都回来 这是在update 说不定保不保不保不明天就上黑名单 所以查查看 哈哈哈哈 好像是我听到有人是放在网上了 就就有人先露出来就放在网上了 哈哈哈哈 这有一个减掉多少没有分明单 这就上了嘛 就减掉多少分就是上黑名单了嘛 那就是嘛 就说你报这个分数 我就自动往你扣十分 扣五分 就认为你的孩子你的分虚高 那如果没在的代表好 没在还算安全吧 那大部分都在 哈哈 哈哈哈 很多人都在 嗯 好然后这个 MIP过渡到DP阶段数学 感觉难度突然加到不少老师的 OK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很关键啊 就是说MIP 因为这孩子估计 原来他上的就是那个Middle Year Program 这个是任何一个 不管你是在安省的学校 还是在IB的这个制度下面都会遇到的问题 从Middle School到九年级 它就是一个大的转折 所以建议大家打好平时的数学基础 多多参加一些就是数学的学习版 把自己的计算能力搞强一点 然后把自己的这种problem solving的能力搞强一点 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在IB 从Middle School过渡到九年级就是一个看 然后从九年级跳跃到十一年级又是一个看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个brain development过程 你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且呢有的时候孩子碰到了一些阻力 未必是件坏的事情 因为他碰到的阻力越多 他就会有更多的能力和耐力去解决一些事情 其实对他以后念大学是有好处的 我有看到很多孩子就说 特别特别的一番风水 然后到了大学一下就怕不行 这种也有 然后那个时候他不能够deal with it 因为他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从来不知道怎么去面对difficulty 那时候会很麻烦 嗯对不用计算器 我同意不应该用计算器 那对所以就说你就平时就是可以啊 你考试说你想用就用呗 但是平时的训练还是要注意计算哪里的 如果你是念IB最好不要 因为他一卷就是没有计算器的 任何计算器都不可以 嗯对 但是他这个答案肯定是相对nice的答案 他不会给你来一个想数点的答案 对吧 你可能他要求的答案就是根号2 他不会要求你一点西四的那种 对不对 但是说你是可以用那种exact value的代表 哦 哦好了 为了解重要的 啊好 啊对还有就你李老师给我挑吧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哎呦我 我又感觉问题又出来 我觉得我都差不多要回答完了 好像问题又出来了 我看了 那个说九年级九十年级在IB完成 十一十二年级回到普通工校 有的是觉得太难了读不下去了 有的觉得这个program不合适自己 有OK都有 就这个样的 对各种各种原因都有 嗯 然后九十年级Pray IB学什么 九年级就学普通的九年级数学 十年级第一个学期学十年级数学 第二个学期学十一年级的functions ok 嗯 好 IB学校的数学安排十一年级 学data management 十二年级上下学校的vance function 嗯 嗯 好那就是这样 这个HL就是说data management 十一年级下 然后十二年级的vance function and calculus 影响华大的申请吗 因为要求calculus十二年级是下学期才学 有点影响 这个jum有点影响 因为他如果第一门是data management的话 他也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的分 然后呢这个calculus就是一个 April的meter report card的成绩 就是这样 但是呢也不能说他disadvantage 因为安审的高中都是第二学期才能够学calculus 这很正常因为大部分的安审的application都是第二学期十二年级下半学期学calculus 对不对 你你只是说你没有super advantage 但是你也被没有被disadvantage 就是这样 嗯 嗯 然后呃 对升星美国大学有什么有什么 那就是更能理解你的这个program 啊中途退出IB的影响是什么 有什么补救方法 你是可以中途退出的 你不是你你中途退出了 你就是去regular school了 什么叫补救方法 就regular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对一般的你能transfer过去的学分就transfer过去了 嗯对我就反正可以可以可以的是可以的 我还知道有个学生十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是第二个学期 嗯到了中那个到普通学校去了 然后上了华达就成绩了 嗯他的特例就是euclid考的好 ok但是这样 嗯我不能回答iv business school hl 选什么课 因为我不是business的老师 这个你们自己看一下吧 自己到western的那个网站上面看一下 他对于那个选课的要求是什么 好吧 是全是全球统一的 但是分分但是分timezone1和timezone2 对因为就说我们是timezone1北美地区圈 timezone2的话是英国他们那边Europe和亚洲 不一样不一样 对因为因为有时间差的关系 不然的话题目会泄露的 哦对所以他 差不多但是一般来说timezone2会难一丢丢 哦对是你是占便宜的因为你和美国人在一起 对如果你是跟美国人一起考你就是占便宜的 好吧我往后看 将来想读法学院 这个我真的不能把什么法学院啊 business school 什么选课怎么选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 因为就是说这个你们真的动动手 自己到那个大学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 这个要求是什么 然后来来选课吧 因为这个就是说我因为我对于这种社会科学类的 business 真的是不了解啊 我回答那一个啊 IB学生参加数学竞赛有助于high level的学习成绩吗 因为high level难度比较大 他本身呢有些题目就是类似于数学竞赛中那个才能看到 就是普通的program 那个难度达不到high level 那个竞赛程度能达到 所以呢那肯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如果你去数学竞赛成绩挺好的话 那么high level 也就难度不算大了 OK 什么APAP我就不回答了 就是你能回答那个AP吗 这个已经回答过了吗 AP呢我们AP讲座的时候会讲的 嗯 然后IB重考 对是全全球是安区域的time zone one time zone two 所以说你们的竞争对手是美国 好吧 就是说你跟美国孩子一起考你是有优势的 这个数学上面来说我认为 加拿大的数学比较强一点 然后 嗯 加不上的物理怎么理解就是 就是很 有的学生他不offer这个课 因为他排不出 他招不了这么多孩子去学物理 他就开不了这个班 对吧 那你就只能去去去去学那个summer school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学校就最后说啊我你要HL的这个 physics我offer不了 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对 对 因为你只能对也是一个原因也就是看你 比如说你你选的是化学和生物 那就没有办法再选物理 你三门science里面只能选两门在这个屋里面 就是这对Ib学生 对非Ib 对非Ib 所以说你就会念一个Ontario的物理课的 在学会以后呢 以后要报课室 如果对方要 对 对你至少有了 你至少有安身的这个学分了 对吧 你不要 要求你一定是Ib的物理 只是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机会去学 那就只能上Ontario的这个学分 是可以的 而School我不了解 Ib论文是本校老师平衡吗 是的 但是会被 但是会被抽掉 会被Ib抽掉 然后 未必你孩子的论文会被抽掉 某些孩子 每一个学校都会要送几份 几个孩子的样本 因为他一般他会就是说 你给我几个分数好的 给我几个分数一般的 给我几个分数差的 让我感觉到你是不是consistent 就是说 他主要查的就是说 你这个本校的老师评论 不是性质所致 你今天手一抖给了个高分 然后手又一抖给了个低分 明白我说意思吗 就是说他要查一下你的consistent 贵校HL辅导班是多少 可是莉莉老师贵大班 我印象中也是40个学士左右 我比这个48要少 HL数学 对我们只有辅导班 只是辅导一部分 哦不对我想 HL我们是在10年到11年之下 那个HL是辅导11年之后 然后在11年到12年之下 我们HL的辅导班 是辅导12年 对所以就是也是等于说是分散开来有两部分 好差不多了吧 这位Janet家长很踊跃 家长约见学生老师会不乐意吗 不会啊你想见就点 然后更喜欢孩子 可以跟进学 当然会喜欢自己跟进的 好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家长们大家好 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后面我们老师还有课有时间 大家还有什么时间的话 请把问题告诉小助手 小助手再给您单独回答 或者有需要的话 再给老师那个 约个时间嘛 好 那么今天的课 今天的讲座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谢谢 好 大家再见 谢谢 你来交换 不止 不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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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